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準時收看我們早安華爾街 藏的量有個越來越少 剩多少 560億 很多股票只有幾十張成這樣 對 很多股票可能成交不到100張 你如果去聽一般的分析師都說無量就無價 不要做 只有那兩人笑 對啊 說無量出標股 昨天漲停又60家 對 又有50幾家 觀眾朋友你給他看喔 成交量這麼小 大盤漲十幾點而已啊 漲不到20點 18點 漲18點 漲停的要加60斤 對不對 所以說觀眾朋友啊 我要跟你講的是怎麼樣 分析對不對 不是說我今天說很大聲 還是說我今天說很小聲 就代表我分析對不對 不是這樣 分析對不對什麼 看盤面嘛 看黑幫嘛 看今天的收盤價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很多股票在標 而且現在在標跟以前不一樣喔 以前是說我這股標起來會帶很多出來 會有那個領頭羊 領頭羊 然後一直一直跟著上來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叫做什麼 蓋好像一蓋的 蓋就跟那一蓋的蓋 對啊 對不對 那一蓋要蓋起來 你趕快去買 因為為什麼 沒有蓋起來就不敢 對你不要去想說 你要買那落後補漲什麼低基期 不蓋就是不蓋 以前大家都很愛說的 我今天如果說 譬如說我的洋法很強 然後洋法第二洋法第三 第四第五 現在都沒有 洋法強就是洋法 對 我的洋城強就是洋城 對 沒有什麼第二第三 所以這要做什麼 這龍頭理論 對 對不對 就是那蓋起來就是一直蓋一直蓋 你要做就要做龍頭 對 你不要做在龍尾 對 你不要就是說 啊不然我來買一個那根長的 現在都沒有跟長的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很好賺錢的啊 我們跟你講說無量出標股 有沒有很多股票在標啊 都有 對不對 你如果說老實話又賺不到錢 那你就真的要趕快 要跟對人啊 你也在說那些說 就沒量我怎麼有辦法啦 就沒量 沒有量就沒有價 你們就是沒有賺錢應該的嘛 對不對 如果是應該的話 那花錢跟你幹嘛 沒錯 對不對 最簡單就是這樣嘛 那所以其實我想江老師已經講的 把現在盤勢講得很清楚了啦 你說族群 譬如說 某些族群 你說族群要大漲 那這種龍是怎麼族群大漲 所以 一個重量的狀況之下 它就是怎麼樣 龍頭就是很強啦 就好像 我們不要說鼓勵什麼 加入黑社 不是 就是出來混對不對 要嘛就當龍頭老大 啊不然你出來混幹嘛 做股票 你就是要做最強的 因為現在就是這樣子啊 強的就會一直強嘛 不強的 落後補漲 可能嗎 起那個龍頭就起不下 又起到你落後補漲 所以如果你認同我們的看法 那當然我們幫你選出來的股票 就絕對是最強的 因為我們告訴你現在就是做龍頭 你看這隻龍多可愛 過年又快到了對不對 要賺錢你就是做龍頭 看你認不認同這一句話 因為你只做龍頭會賺得快 既然稱做龍頭表示長得凶長得多 你只做龍頭你當然賺得快啊 你都賭過馬 對不對 你賭馬要穩贏的 你可能不見得賭過馬啦 賭馬要穩贏的 我說穩贏喔 你會去找那種 每年每次比賽都是跑最後一名的嗎 不會 雖然它抱了門 你可能可以賺很多 可是如果你做股票跟賭馬一樣 你要穩贏的話你要怎麼樣 你還是要選龍頭啊 而且股票跟賭馬不一樣的地方是 股票選龍頭啊 你賺的不會比去選那個落後補漲少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幫你選出來的股票 有沒有是龍頭 老師 龍頭是不是代表說 一個產業裡面可能股本最大 還是說怎麼樣 成交張數最多 還是怎麼樣 不是 你不要去往那個方向想 我們幫你選出來的龍頭就是 它是族群當中長最多的 那我們選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是長最多 我們幫你選出來的時候 它不見得是長最多的 但是我們幫你選出來一段時間之後 它一定會是長最多的 這個叫龍頭理論 你要在龍還沒起飛的時候 你就趕快跨上去 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有沒有這樣做 來你看喔 這個是上上個月 11月的時候啦 簡單講11月29號 上面是27號 在我們29號演講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講的 這裡面提到一檔3027的聖達 老師聖達沒聽過耶 你怎麼會是龍頭喔 聖達是不是龍頭 你聽下去喔 來 聖達昨天 在沒有量的狀況之下 他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你看喔 幾乎每天都在創波段新高 昨天 12月26號 大盤量只有550億 漲18點 他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老師沒聽過你怎麼會說他龍頭 來 是不是龍頭我們來看下去 我們從基本面的角度跟你分享喔 是不是龍頭 來 你看喔 昨天早上才告訴你 對齁 昨天早上開盤前 我們還跟你講對不對 昨天早上才告訴你怎麼樣 中電強攻無線LED照明 我說不是中電喔 這中電是組裝而已喔 我有沒有告訴過你 我說中電只是組裝 然後全球照明龍頭 龍頭看到龍頭 全球照明龍頭 他講的嘛 不是我講的啊 全球照明龍頭 菲利普 來台灣發表照明星趨勢 我告訴過你 智慧無線控制照明 就是聖達做的 除此之外 你說這種沒有量的行情 什麼股票會最強 昨天漲停的半數以上 全部都十幾二十塊 十幾二十塊的股票 你現在選股不就要選十幾二十塊啊 不然你要選那個六七百塊 五六百塊 那不會去 無論不會去嘛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選十幾二十塊首選嘛 一定要選這個啊 除此之外還有怎麼樣 明年如果有題材的話 他會怎麼樣 他是首選中的首選嘛 明年有沒有題材 明年要朝智慧無線控制照明 是不是題材 再來台灣在澎湖明年有三十億的預算 要做台電 要做智能電網 這個智能電網不只台電啦 經濟部跟台電合作 要發展叫產業能源管理系統 當時我告訴過你說有兩家 國內有兩家在做 一家就是聖達 一家就是台達電 所以你記不記得 你說老師那既然電源管理的部分 應該台達電是龍頭吧 我告訴你大錯特錯 你說老師台達電是龍頭 是嗎 智慧電網這一塊 切入最早 接貨訂單最多 就是聖達 它才是龍頭啊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 那除了智慧什麼無線LED照明啦 智能電網啦 還有沒有什麼題材 明年4G LTE 對不對 進入起飛的一年 你認為說 那台灣明年4G才有搞頭 我告訴你錯了 聖達也是4G LTE的橋接器 做手機跟4G網路的橋樑 叫橋接器 它就是這個產業的龍頭 它的訂單先從歐洲 美國 日本 大陸再來到台灣 明年訂單沒騎 不好意思賺很多 那你想想看 股價這樣創新高是不是剛好而已 股價創新高是不是剛剛好而已 所以各位朋友 講真的像這種股票我們跟你講 老師啊你說龍頭 幫你選出來龍頭 這場演講的時候在這一邊 沒有一個人敢買 股價就一直漲上來 一直創新高 老師 還有沒有這種龍頭 有 今天特地幫你選出來 也是十幾二十塊 十幾塊啦 十幾塊的股票 今天特地幫你選出來 不是什麼聖達第二 它就是龍頭 它是什麼龍頭啊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老師錯過聖達 要不要追 沒關係啦 有更好的股票 也不是說更好 有更低 而且會發動的股票 帶你去買 來你看喔 都幫你準備好了喔 這一檔個股 它是作戰股的龍頭 年底快到了喔 大家都在作戰喔 作戰股的龍頭 這一檔股票很有趣 每一年只要它的營收 是大幅度成長的 就像今年一樣 今年它大幅度成長 今年這檔股票大幅度成長 每一年只要它營收 是大幅度成長 它那一年絕對 聽好喔 我說絕對喔 過去每一年都這樣 絕對大搞一波 這一波起碼漲一倍以上 所以是不是作戰股的龍頭 人家每年都會搞一波 然後搞的都是怎麼樣 漲一倍以上 是不是作戰股的龍頭 好 再來喔 你說那今年它賺得好不好 它會不會做一波 來你看喔 前三季獲利超過一塊錢 前三季獲利超過一塊錢 才十幾塊 出頭啊 十幾塊 本益比十倍不到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喔 這種股票 我跟你講喔 會選出來一定有原因喔 已經開始要動了喔 聽好已經開始要動了 老師 這個股票低檔底部 對 沒錯 低檔底部 十幾塊錢 你說這波好兇喔 98年這一波好兇喔 這一波漲多少 這一波漲多少 98年這一波漲多少 不多 漲六倍而已啦 所以各位朋友 今年盈州 獲利又大幅度成長 然後呢 獲利好了當年起碼漲一波啊 而且是一倍的走勢 股票已經幫你選出來 想不想賺 當然你說老師那真的想賺 剛好又快要過年了 過年前賺個一波一倍好像不錯喔 那重點你真的想賺的話啦 今天因為整個量也不夠 沒有關係啦 反正我們也不跟你計較那麼多 重點是股票選出來 不要像勝達一樣 就公開跟你講你還賺不到 已經告訴你每年都會做一波 今年還沒做到喔 剛剛那一檔作上股 今年還沒做到 今年業績大幅度成長 獲利大幅度成長 每年的一波一倍的 今年還沒做到 今年不就剩下這一 這一點點時間嗎 所以各位朋友 你想不想用最快的速度 賺最多的錢 想的話來 今天想跟我們賺的 198 然後送一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你說老師198送一是什麼意思 沒有關係 你真的想知道電話撥進來問 重點是這一檔作帳龍頭股 請你要好好把握 時間關係我們進一段廣告 三仙台 看煙火 騙他是我去出差啊 HAPPY NEW YEAR 你不是出差了 想要給你個驚喜啦 大家手機你都沒接是怎樣 現在幾點你知道嗎 不只知道我們現在該出門囉 去哪 去三仙台啊 現在 對啊 看第一道曙光 大家機喔 11 來得及 還虛 哎呀 聰明 好奇 好消息 好消息 有福同享來了 第一項提材燒 熱錢推升 漲最快 第二項獲利豪 波段操作 賺最多 蔡老師 江老師 雙人服務 提材燒 獲利豪 這兩項幫您找 漲最快 賺最多 請立即撥打 有福同享專線 02 2578 3777 2578 3777 民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顧 感冒 不多人吃藥 要用冒手 是國家認定的醫療藥品 用冒手 最安心 對感冒 最適合 感冒 用冒手就對了 每年有一萬四千件 酒駕試骨 每一天 對有人因酒駕造勢而鎖 不酒駕保新安 新安東京海霜 提醒您 衣服好用喔 我用精華的面膜還不夠 你少了關鍵的 柏油精純乳霜 連我媽我姐 也很早用柏油 難怪你們好年輕 肌膚要細緻 重點是三角坑面 柏油讓它整齊細密 散發綻實光澤 好能不黏膩 25歲後 我最信賴了抗老保濕 柏油精純乳霜 資深堂掌握抗老關鍵 閃耀新年 資深堂百憂福袋組 跨年限定 即刻美麗 台灣還在九零年呢 韓國早就離開九零年 還能進到一個新的時代 台灣的房價 用實際的平時算的話 是比日本還高 前到三千點的時候 台灣經濟情勢沒有這麼壞 台灣經濟情勢是我看到 20年來最壞 我們應該對全世界的人才開放 我們要走知識經濟 做跟人家不一樣 做別人不會做的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講到龍頭 其實我之前常常聽到一句話 就是說 你如果要找標股 你說姜老師的股票哪一支不標 如果說姜老師的股票不標的話 真的市場上就沒有標股 所以很顯然 姜老師是標股的龍頭老大 所以你如果要做標股要對什麼 當然是對龍頭來做就好了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 昨天我說 老師看你的節目 很無聊的 但是會賺錢 怎麼說很無聊的 用你一支公平都說一年 我說觀眾朋友你要知道喔 如果一檔股票我可以講一年 你做這支股票會賺錢 還是說阿朗今天這支賬錢 明天知道那支賬錢後的那支賬錢 你是做怎麼樣會賺錢 我追蹤一檔股票 你要想喔 譬如說像4703的揚法 我可以從年頭對12塊 講講講講講講到現在 我要邀請你講 觀眾朋友 這真的是很感心的 你要去想的就是說 阿朗這股票說到這樣 第一個 我們在跟你講說這支股票營收 每個月每個月大幅度成長 有還是沒有 我們跟你講說這一種營收大幅度成長的股票 如果沒有反映它的業績 股票如果沒有賺 沒有公理 我們只這樣講而已 我想這個分析大家都聽得懂 重點是怎麼樣 開始期間一路期一路期一路期 一支股票一年賺四倍 你說阿朗市賺有桌 我不知道 也許有更多的 這個我不曉得 但是我們每天每天在跟我們在家最終 阿你就做這支就好了 你去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有沒有更好 話又講回來 在這邊我叫你不要追 在這裡我說 不要殺 有英雄啦 不要殺 我跟你講說人家在玩什麼 觀眾朋友在玩什麼 利多在哪裡啊 我每次跟人家做股票都不一樣 我都要那個沒有利多的股票 就是基本面紮紮實實的股票 都不用什麼利多啊 要什麼利多 利多出來人家不就要出貨了嗎 對不對 這支股票怎麼起來 你看從這裡到這裡 也又去多少 又去10% 對不對 所以觀眾朋友做股票 其實你不能去想那有的沒有的 很簡單的 你看這一檔股票 我這樣從12塊一路一路這樣追追追追 追動到現在 現在跟你講的還是陽華啊 而且每天都在講 而且每天都在跟你講 不是只有這一檔啊 我們再看一下 戴耀3498的陽城 老實你跟這個雙陽喔 哇 你就真的怕打遍天下無敵手啦 因為沒人的股票這麼用的啊 你看漲到這裡 大家都也在講 因為大部分的分析師在這邊很多都停損掉 沒有人敢講這一檔股票啊 只有因為我們是從今年出20塊到96塊8 那一波我們有講到 我跟你講說他要東山再起 在這裡還跟你講說你要獲利停損還是要加碼貪平 最重要你要看這個什麼 利多有出來了嗎 觀眾朋友 老師 如果利多出來了我就快要買了 等到你出來了就不會有了 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們就跟你講說你看這個是投信 這個是外資 買這麼多人家在做什麼 那我們跟你講有沒有有浪費 沒有啊 昨天繼續漲三塊錢啊 有沒有 強不強 也許沒有很強啦 但是你如果想說我要買270塊 放到現在 很強耶 半根耶 而且你要看喔 它是高價股裡面漲最兇的喔 對啊 對不對 而且這個量隨便你進去買嘛 而且它有量 那我講多久 這支股票也說一年 奇怪啦 我說你股票說一年咧 你如果買這一種股票 你如果說你光研究一檔股票 就好像說一個嬰兒 你每天跟他照顧每天跟他照顧 那照顧了這麼久 你知不知道他的個性啊 你知不知道他現在稍微靠一下 啊 可能是要講五年 可能是甘無 你說股票我們每天追蹤 每天追蹤 每天追蹤 公司好不好我會不會知道 公司有沒有利多我會不會知道 公司後面這一群人在問什麼 我會不知道 他的利多就是這麼紮實 前三季賺了六塊二 就這麼紮實啊 紮紮實 死都不用說 什麼吉他什麼都不用 而且股票怎麼樣 我們再看他的可以性 所以觀眾朋友 做股票我來講的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這樣 一路這樣漲上來 你去看那一些跟你講 今天漲停 明天漲停怎麼樣的 誰股票會這樣 每天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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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去買就漲停 明天漲 喂 我那天聽到有分析在說 那整一天漲停 第二天漲停 說整一天我才叫人去買 隔天天假水變成這樣 是怎麼說 你買我們這個股票都不會 而且我們都跟你講在前面 觀眾朋友 我不是說今天這下出來 才在那裡這樣說 我都跟你講在前面 對不對 其實我們很多股票都是這樣 一檔一檔一檔在創新高 而且你要看的 我們講的股票 我們有沒有今天去跳這支 明天天來跳那支 然後來講 都不用嘛 因為有什麼 因為我的養法 從今年初一路講講講講講 從12塊講到15塊 15塊講到20塊 20塊30 30講到40 40講到50 那這樣你不會覺得 欸這 要做股票要賺到錢 真的要這樣做才賺得到 我不曉得你怎麼想啦 也許你覺得說 今天追這一支 明天追那一支 會賺到錢 我不曉得啦 對不對 管教朋友 我真的不知道啦 所以說像這樣 這麼強的公司 這麼 阿伯要怎樣 你就等這一個利多出來的美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 這如果一支零啊 我們跟人家講龍頭理論 在他脫離這一個區域的時候 你進去買 你進去買 人家說是要停順 我是說我在獲利 這個完全都不一樣啊 那還有沒有這種 老師你說那些啊 還有沒有那個很強的啊 那現在來講大家知道說 有一個展覽開始 西葉是展嘛 即將開始 即將要開始 對 這裡面主軸有喔 主軸是什麼 3D列印 這個啦 這是什麼 這是3D掃描器啊 要做3D列印 一定用得到的啊 未來來講啊 3D列印這一個族群 不是只有美國歐巴馬 說他要掀起產業革命而已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包括歐洲 所有全世界這些科技的領導堂 大家人家就要做這個 我們台灣已經做出來了 這個是台灣的喔 這台灣的啊 MIT的喔 對啊 台灣之光耶 這對一間你去查啊 老師你看這個喔 國客應該人家做3D列印 只有那代理軟體 就去到兩三百塊 沒有什麼獲利的機會 沒有什麼 就幫他的軟體做代理而已喔 台灣現在 代理商喔 兩三百塊 兩三百塊 這有做這個機械的 要去到哪裡 你去想這一點就好了 你是只有代理軟體 就說啊 我有這個軟體 你要去代理 其實代理的利潤很低耶 就這樣而已嘛 你能賺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都也是 掌控在那個母公司裡面 那台灣已經有做出這個東西來 欸這個不是 不是我隨便 隨便去網路上那個喔 這是公司的DM喔 這不是滑鼠喔 不是滑鼠 不是滑鼠 不好情色 來來來把它放大一下 都已經做出來了 他居然是目前3D列印裡面 最便宜的一棵鼠 天啊這個 觀眾朋友 你如果說3D列印的大流行啊 絕對不是那什麼代理軟體啦 絕對不是 不是去做那些周邊的嘛 一定是3D列印的主軸會長最多嘛 那不是這樣說 沒錯 那他居然是3D列印最便宜的 天啊這個 而且喔 你給他看喔 這個是什麼 古本 就是苗栗在過去一點 古本啦 古本這麼照你有沒有 哇這真的輕薄短小 而且產品是未來的主流 你看這技術現行 這麼漂亮 要不要布局 其實啊 如果說我們龍頭理論 一定找那個會長最多的嘛 那一定是龍頭嘛 對不對 今天禮拜五啊 對 今天禮拜五 這個股票你真的不趕快布局 讓它噴出去啊 下禮拜你會會會 你就抓不住了啦 你就開始會會會 龍已經飛上天了怎麼抓 沒錯啦 龍已經飛上天 要在飛的那個過程裡面 要跨過去 要起龍頭 不是跨 要把龍頭抱住 抱龍頭 要抱住龍頭 因為我們要做的就是 所謂龍頭 不一定是龍頭股 會騎誰那隻啊 這是龍頭啦 對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 我們把股票找 我們中間要找一個就是 座帳一定要做的啊 對 或者說欸 這個龍頭3D鏈機器 在這裡 技術現行這麼漂亮 後面還有很多故事 可以講給你聽 這支股票我一樣要說一年 說一年喔 說一年喔 說一年 你現在在這月底 在那十年底開始說 對明年車要說到明年底 哇塞啊 就像一次陽城陽華了 那當然就是 他要起飛的時候 你趕快去報最好嘛 對 因為你現在可以買最多 對對對 而且呢 漲最多 沒錯 而且啊 觀眾朋友 今天啊 為了要買 這樣喔 我們還有一個特殊特殊的方案 要給你 因為我知道過年到了啦 你看老師我如果要 用很多錢出來 我過年喔 歹過耶 沒有錢了耶 我相信這198大家都看到啦 也是開創到我們過年嘛 第一個 元旦也到了 農曆春節也到了 我們把這一個 最便宜最便宜的方案 我們拿來的時候 跟大家去分享 用最便宜的方案 買最便宜的股票 最便宜的股票 不是說將來不會漲喔 最便宜的股票 往往是 將來漲最多的 對 這個從歷史經驗來看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 我們跟你講 3D列印 將來的龍頭股 好好把握這一次機會 198加 還有一個送喔 還有一個送1 送啊 真的就送 而且股票啊 今天是最後上車的機會 對 你要就把握這個機會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讓TOTAL GUARD 引擎機油的頂尖潤滑科技 來徹底發揮您愛車的最大潛能 TOTAL GUARD 更多保護更多里程 新年新技上購買 指定機油換油送油 詳見到達爾官網 TOTAL 好消息好消息 又不同項來了 第一項提材燒 熱錢推升 漲最快 第二項獲利豪 波段操作賺最多 蔡老師 江老師雙人服務 提材燒獲利豪 這兩項幫您找 漲最快賺最多 請立即撥打又服同項專線 02 2578 3777 2578 3777 民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顧 一張6999很划算 可以便宜一點嗎 這樣 6980 謝謝 渣打銀行 中華電信3G免運網路 加最多Wi-Fi月電